提到晚清政坛 总会想到洋务派跟顽固派的斗争 以及这个汉族官僚和满族勋贵之间的争斗 而在这个时候政坛当中有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那就是清流 听这名字呢 清流肯定是那些个品德高煞 对时局有自己清醒看法的一帮人 所谓举世皆拙我读清 众人皆罪我读醒 怎么看都比那些贪污腐败的官吏要强得多 但是呢就这帮人在晚清的几个关键节点上 推动大清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决定了大清的命运 那这清流是怎么来的 他们又怎么坑了大清呢 今儿咱就聊聊这个 清流啊本质上是一群严官 主要职责呢是盯着官员们去谈和 这样的这个严官啊 在清朝专制鼎盛的时期 比如乾隆那会儿 根本就不可能有生存空间 因为官员的任免权力被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 轮不到这个盐官来智慧 但是到了晚清中央权力示威 情况呢开始发生个变化了 那当时大清呢在内忧外患之中 朝中许多盐官看到国家日益颓废 出于自己的道德观 上书言士平义时政 这样的局面之下 就使得朝廷上下内外出现了台剑生风 争相搏击的局面 而当时掌权的义心和慈禧都做不到打压 这书嫂俩呢又不对付 觉得这种盐官的平易能用来打击政敌 于是呢就明里暗里拉拢这些盐官 具体来说呢就希望借助他们的力量 弹劾自己政敌的人马 而此时的盐官呢 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真正的领袖 那就是晚清的名臣张之栋张香涛 1870年初张之栋一度在示唤当中啊 消沉跟这些阳官呢走的距离很近 后来呢张之栋跟宝廷张佩伦黄体方 并称汉林四舰 当时官场上呢称他们为清流 史称就是前清流 再往后张之栋出任山西巡抚 积极主办洋务 做出了一些政绩 这让清流们的声望呢也逐渐走高 而他们抨击朝廷官吏呢就越来越大胆 不过呢到了1885年 中法战争清流的行为戛然而止 一方面呢中法战争之后 慈禧太后的势力全面压倒了一心 这个权斗这个事呢 事实已经结束了 1884年假身一输 一心为首的军机大臣全班赤退 那么这么一来清流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另一方面呢中法战争时期 一些清流派推荐的官吏 被委以重任 结果呢在战场上节节败退 比如清流核心之意的张佩伦 指挥马尾海带 大败亏书 自己的仕途呢就此终结 这么一来呢 看上去的清流党就要彻底走入历史 不过呢此时大清面临的环境进一步恶化 东临日本在琉球朝鲜这方面 对大清是不依不饶 一部分坚决主张抵抗日本侵略的言官和民事 纷纷呢投靠到户不上书翁同和门下 立主朝廷对日强硬 并且呢对当时社会上的各种弊端痛切陈词 由于翁同和呢是光绪皇上的老师 所以这群人呢就被称为帝党 在历史呢也被称为后清流派 跟前清流不一样 这后清流啊基本上不办洋务 对具体的内政外交认知严重不足 仅是凭着自己从儒家经典当中读到的道德观来判断是非 在他们看来 华谊之变大于天 日本历来都是东营小国 大清作为天朝上国 面对日本怎么能畏首畏尾呢 所以呢 后清流在根本不了解国际形势的情况之下 一味主张大清对日强硬 到了1894年 中国日本因为朝鲜问题已经关系极为紧张了 大战是一触即发 北洋水师能不能打 朝堂之上李鸿章和清流们就起了争论 当时清流官员纷纷上书 称日本岛仪小丑外强中干 而与之对比 我中华讲求海防已30年 创设海军178年 北洋海陆军记忆纯熟 航阵齐整 各海口炮台轮船物 一律坚固 面对区区日本 应决意主战 大家痛嚼 甚至有人建言建策 中国可趁此机会 剿灭日本建立其功 如此既可除卧榻之患 又可以借致震慑夷夷 当时李鸿章对中国陆海军现状心知肚明 北洋水师多少年没有天射新船 甚至连买炮弹的钱都不够 至于陆军训练作战水平更是一塌糊涂 指望这样的军队跟日军决战 他自己实在是没有多大把握 无奈何光绪爷当时刚刚亲政 年轻气盛 他自己能听得进去的 也就是清流派的主张 所以甲午战争就在清流派的怂恿之下开始了 等到仗真的打了起来 清流派才发现战场形势满不是他们以为的那样 大清从路上到海上 说了个彻彻底底干干净净 而清流派的领袖翁同和 还有心情在中秋赏月 等失利的消息传来的时候 他们想的不是如何解决问题 而是继续诋毁李鸿章 甚至有35位汉林上请罪李鸿章折 轰动一时 一时之间 朝廷对李鸿章是一片喊打喊杀之声 但由于李鸿章当时正负责战争指挥 所以慈禧力保不倒 清流派非常失望 甚至不惜无中生有是捏造事实 有人说北洋水师的提督丁汝昌 在大东沟海战的时候 安坐彭来河喝酒享乐 光绪王帝火冒三丈 差点下旨把丁汝昌立刻正法 还有清流在奏折当中说李鸿章的儿子李金方 逆聘明治天皇的女儿为儿媳 虽然这一故事 连这个翁童和都看不下去了 说这是一派胡言 但是呢 李家出了个日本驸马的谣言 广为流传 极大的败坏了李鸿章的名声 当然了 这样的清流派不管在后方如何说的天花乱坠 大清呢 还是一败涂地 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之后 李鸿章不得不赴日求和 李鸿章自个儿清楚 此去求和 割地赔款是免不了的 必然会背上骂名 既然如此 他就要求当初立主开战的翁童和 跟他一块去日本 但是翁童和拒绝了 还说了一番冠冕堂皇的话 大概意思呢 我不懂洋务 啥都懂 我当然不能去 感情就是自己在整个过程当中 啥责任没有 骂名都是李中堂的 等到和约一签下来 清流们又开始不安分了 甚至要求聚和毁约 迁都再战 话说的是慷慨激昂 但是完全不具备可行性 凡此种种 毕竟他们不是办事之人 说话也不用负责 谁也奈何不了他们 直到1898年 戊戌变法失败 慈禧发动政变 囚禁了光绪 翁童和在政治上彻底完蛋 附庸于他的后清流 坐鸟受散 到此为止 清流的历史 才算是画上了句号 此时光绪皇帝被囚于迎台 遥想当年 深感翁童和把国家和自己坑惨了 后来翁童和去世 光绪连个嗜号都不肯给 直到溥仪继位 才被追视为文公 讲完清流的历史 相信很多人会不由自主的认为 这就是典型的书生勿国 其实这话也不完全对 的确清流骨干都是旧式读书人 对于世界变化全然不知 他们在关键时刻的言论 也的确让大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但这事往深层处一看 就会发现不一样的东西 既然这些书生 没有什么负责任的意识和能力 那为什么让他们建言宪策 为什么让他们担任重要职务 说到底还是大清权力斗争的需要 所以说呀 这勿国的不是书生 而是大清的祖宗之法罢了 好 关于晚清清流的故事 咱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参加我的游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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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